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里实在太美了 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好像是日本的樱花里 但是不是在日本 是在台湾新社区 台湾台中市的新社区 樱花鸟森林 来这里呢 就好像置身在日本的樱花虫 这里是全国密度最高的樱花渔区 有八虫樱 有三樱花 有香水樱 有五六种的品种 那今年呢 现在是盛开期 一直开到三月底 欢迎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到台中新社樱花鸟森林 来赏樱 看金刚鹦鹉飞翔 坐森林小火车 欢迎大家 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来新社樱花鸟森林赏花 祝福大家 平安快乐 平安快乐 青色樱花鸟森林 欢迎您 新社櫻花鳥森林 歡迎您 我想新社裡面最值得來欣賞櫻花的地方就是我們櫻花鳥森林 為什麼 因為櫻花鳥森林有所有大家沒有的品種都收集完了 而且呢 百輪劍16.6公里邊最漂亮的一段就在我們櫻花鳥森林裡面 我形容說 百輪劍的左邊右邊都被我們四人土地包圍 就好像我們家的18歲小姑娘 我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時間到了 這個櫻花盛開了 漂亮的不得了 就不用到日本去了啦 你等一下去見識一下現場 因為夾岸都是八重櫻 那八重櫻是所有櫻花裡面最漂亮的櫻花 因為它開花有八重 有時候甚至超過八重 所以每一顆花開起來又大又漂亮又歸密 所以當它夾岸盛開的時候 那真的是很漂亮 那我們這邊有一區呢 叫做什麼 叫做 前台灣單位面積裡面密度最高的八重櫻的村林 就在我們櫻花鳥森林裡面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它前面盛開的時候 別的地方都沒有辦法比例 很漂亮 那八重櫻完了也就是現在 重中之重的香水櫻上場了 全台灣香水櫻種的最密集 也只有櫻花鳥森林 沒有其他的地方了 唯一的選擇就是我們櫻花鳥森林 那香水櫻有什麼好處 香水櫻不只是漂亮 粉紅色一片之外 它會香味飄出來 你只要走進那個香水櫻的森林裡面 那真的是好像在人間仙境裡面一樣 尤其如果你們穿著和服 你看看外面有一群 也是穿著和服來這邊欣賞櫻花的 這是行家 另外要提到第一名 去年的排行榜第一名 人氣最旺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 前台灣唯一的 最大的空中畫布 它是一種 等於是瀑布的一個形態 因為它撞在了顯崖的上面 大概有五六層 立體堆疊起來 它沒有開的時候 你發現它不怎麼樣 可是它一開 哇 讓你驚豔 有一句什麼西風的畫 有沒有 花胎不醜眉顏色 我把樹葉都染紅 我們就是把那一片的 所謂的本來是 雜草不生的地方 我們把它打造成一個最漂亮的畫布 那到時候你看看 什麼要叫把樹葉都染紅 各位等一下可以體驗一下 最近的這一個禮拜 在兩個禮拜中間 是它開的最漂亮的時候 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時機 在下一次的這個活動當中 我們可能會弄一個遊戲 讓大家去找這老兵的六棵大樹 到底隱身在什麼地方 你找得出來 你拍得到照片 給我們看 我們送你一樣禮物 太好了 我正想這麼說呢 陳董事長 這個老兵 95歲 老伯伯所種的樹是什麼 是我們本省的土生土長的山櫻花 土生土長的山櫻花 它的櫻花有一個特色 它挺拔 就像好老兵一樣 站在那邊永遠不會倒下去 當中漫無人多人 就是這個顫折的山櫻花 只有一個蕃花 蕃花的屏花 也就是這個蕃花 很大的蕃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